原料,西葫芦300克,红椒20克,调料,盐,鸡粉,水淀粉各式量,西葫芦洗净,切丝,红椒洗净,切丝, 用植植圆大豆油起锅,倒入西葫芦和红椒丝翻炒制熟。 营养分析,西葫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葡萄糖等营养物质,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之一, 其还含有一种干扰素的诱生剂,可刺激机体产生干扰素,提高免疫力。 加盐,加好鸡粉调味。 用少许水淀粉勾薄芡即可出锅。 烹饪时间4分钟,口味清淡,功效防癌抗癌,适合女性使用。 制作指导,炒制过程中可以加一点点的水或者不加,因为西葫芦炒软后也会产生水分。